心臟病是一個很驚人很令人恐懼的病 因為很多時候年輕的朋友 我也認識有兩三位他的朋友或者親人 都是中年睡著覺就走了 就是因為心臟病 他不是很明顯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們平時一定要我們的心血管是很健康 那我們吃什麼最好呢 介紹大家吃大蒜 我已經介紹過大蒜的功能 可以增強免疫力和防癌 今天就專為大家講一下 對於我們的心血管疾病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們大蒜裡面的心血管疾病的關聯性 它是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降低我們的血脂和膽固術 因為這兩樣都是令到我們那些很容易 血管硬化 腦中風等各樣都是因為這幾個問題的出現 所以大蒜在心血管疾病這方面 有幾樣它可以幫得到 第一樣就是抑制肝臟的膽固術生成 其實我們的膽固術 不要像那麼多這些東西 因為膽固術高 其實食物裡面的膽固術 只是一個小部分大約是20-30% 但是我們的肝臟是自動會製造膽固術出來的 而大蒜就可以抑制它 你不要做那麼多了 夠了 它不做那麼多 自然你的身體裡面就少了它的成分 而且第二樣東西 它可以觸進膽固術的代謝 快點把它搞定 就把它消耗了 第三樣呢 它就可以降低血清 和肝臟的膽固術 就算它生成了也好 它還將它降低 那麼第四呢 它就是對血管內皮 血管壁的皮 裡面是有一個影響的作用在這裡 可以抑制動脈硬化了 動脈觸氧硬化就是 會令到我們心肌梗塞和腦中鋒的 有這個方面的抑制 就自然可以 預防心肌梗塞和腦中鋒 第五呢 它是可以抑制血栓的形成 那麼血栓形成就會有急性的心肌梗塞 那麼如果形成 能夠抑制呢 就可以預防急性的心肌梗塞 就可以防止急性的腦死發生 第六點呢 就是能夠降低血清 和肝臟的三酸甘油脂 因為這些呢 都會 令到我們的血管觸氧硬化 能夠降低 自然是預防血管觸氧硬化呢 預防了血管觸氧硬化呢 就可以 減少我們的心肌梗塞 或者腦中鋒了 而在台灣呢 亦有實驗做過 將老鼠分開三個組 一組是吃清淡一點的 一組吃很多油脂的食物 第三組都是吃很多油脂 不過呢 就給它一些 結果呢 他們的糞便排泄出來比較之下呢 吃有蒜頭那種 和那個 沒有蒜頭同樣是油脂的 你會發覺有吃蒜頭那個 的糞便裡面呢 那些油脂是可以排出來 那就是說呢 大蒜是可以 降低我們的油脂吸收 自然可以減低那個膽固醇 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堆積 那就減少這個 心血管的疾病了 但是要吃多少 和我們要怎樣去吃 才有效呢 會在另一個 的視頻跟大家 再分享的 進去